好,來我們看一下那個二十一禮這一題 這一題呢,就我剛才講的 我說這一題你剛才那個二十一禮要來的難的原因是因為 剛才那個左邊那一題啊,你還可以求出來什麼東西啊? 大圓半徑跟小圓半徑嘛,對不對? 然後帶工資下去算 可是這裡沒辦法,好,這裡可以怎麼做呢? 來,請你做一件事情,請你把那個OT連起來 好,請問你,OT會不會垂直這個AB? 我先說,看起來是沒有的喔 不是,看起來沒有,不是看起來沒有,是 我不能夠確認它有沒有 因為,請問你,這個OT是銜心句嗎? 沒有啊,因為我只是連接OT 我不是過O點做垂線喔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不是說過O點做垂線 我說的是,我直接把OT連起來 可是請問你,OT有沒有垂直AB? 答案是有 有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T點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T是 AB跟這個圓 小圓的,小圓的沒有 相切的點 那我們有沒有學過 這個AB,這個很特別喔 AB在小圓裡面,它算什麼? AB在小圓裡面算 切線 可是AB在大圓裡面算什麼? 叫做弦 所以是不一樣的 懂嗎? 所以如果以小圓來講的話 它是切線 它既然是切線代表會垂直嘛 可是大圓裡面呢 因為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弦 然後又垂直 所以這個是什麼東西? 咸心句 誰的咸心句? 大圓的咸心句喔 這樣會嗎? 好,然後接下來 很快講完了 來,一個 我講過了嘛 你看到咸心句怎麼辦? 你看到咸心句 忍不住這個嗎? 連接半機對不對? 所以你把OA連起來 OA連起來 好,OA連起來之後 答案就差不多算出來了 為什麼呢? 來看一下 我們假設這個OA是大圓 就是寫的大 OT是什麼東西啊? OT很特別 它除了是這個 大圓的咸心句以外 它剛好是小圓的什麼? 半徑 所以這把咸心句小R 然後再來譬如說 AB是6公分對不對? 所以剛好一人一半 所以是3公分 好,你看到什麼東西了? 看到什麼? 你是看到一個 直角 三角形 斜邊平方 大平方 是不等於兩個平方相加 三個平方加小R平方 所以你把那個小R平方移過來 就變成大R平方-小R平方等於9 好,接下來很好玩的地方是 我做一件事情 我通乘以π 會變什麼東西? 通乘以π 就變成πR平方 減掉π小R平方等於9π 那你告訴我 π大R平方幾? 那π小R平方是什麼東西? 不就是大圓半徑 欸,大圓的面積 減掉小圓的面積嗎? 所以 大圓面積起來就變得了 就拍 這是你的答案 因為就是大圓的面積 只要小圓面積 就是你的環狀面積 就是這個面積 這樣子 會啦齁 好,這個禮拜寫上去 謝謝 謝謝